你若是想着一个人,全世界都会为你心动,有些人表面看起来风光,但实际上他的生活远不及你所想。 两年前,大梁皇帝病重,皇后一党全心朝野,太子肖策为废后所出,所以皇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,一心想着立自己的儿子肖元为太子。 大梁朝政动荡不安,人心惶惶,皇后同公主肖玉联手,与除去肖策。 那日大殿之上,皇后精心布下谜局,欲让肖策有去无回,数百位士兵将大殿团团围住,肖策身陷危机之中,千军一发之际,废后不顾生死,替肖策挡去了致命的一击,归西了。 护国大将军及时赶到,救下肖策,二人被皇后安上了谋逆的罪名,关入天牢。 幸得肖策一派的老臣极力维护,为其洗脱了冤屈,可皇后一党势力太过强大,逼宫一事,也只能就此不了了之。 在大梁的天牢里,肖策被足足关了两年,其中的苦楚也只有他一人明白。 那段时间,在他面前的就只有黑暗,无尽的黑暗,发霉的稻草,发臭的食物,他过着阶下囚的日子,每一日他都在不停地告诉自己,绝对不能倒下,他要活着,哪怕像狗一样也要活着。 他终于能体会阎寻当时的感觉了,恨,痛,苦。 来日他定会夺回属于他的一切,让那些为非作歹之人永世不得超生。 夜已深,驿站的一间房内还闪烁着烛光,原来肖策这两年过得竟是这般痛苦。 先是失去了娘亲,又被夺了权,任谁都不会好过,难怪这次我见他,像是变了一个人。 是啊,造化弄人,谁又能想到以后会发生什么呢? 那他这次特地赶过来,是为了什么? 讲和? 讲和? 楚桥敲敲敲桌子,一副沉思的模样,烛光打过来,他的影子正好就照在了身后的墙上。 宇文月突然站了起来,透过窗户向外望去,副手而立。 大梁皇后想与烟寻联手,攻打大魏,顾派萧玉前来破坏一和一事。 萧玉为了不耽误大事,就直接奔着长安而去,而萧策却借用寻欢作乐一事,偷偷潜入美林关。 他知道,想要一和,最直接有效的方法,就是找到手握重拳的原撤,只有与他联合,才能达到结盟的目的。 萧策身边只有几个小兵,而他的性命极为重要。 所以,星儿,我们必须先要去一趟美林关了。 其实,去哪儿都无所谓,只要是为了天下百姓,我什么都愿意做。 楚桥似是有意无意地,粘起一旁的茶杯,在手中细细把玩。 萧策他早就应该知道,我还活着,而且,你也一早就知道萧策会来美林关。 连我们再死相遇,也是你一手安排的,你想帮助萧策,我说得对吧。 宇文月转身,嘴角轻扬,知我者星儿也。 好了好了,我困了,你走吧,明日还要赶路呢。 楚桥起身,费力地将宇文月推出门外,实实在在地下了一道逐客令。 而宇文月呢,并没有生气,只是温柔地搂过他,在耳边低语道,早点休息。 这一晚,楚桥想了很多很多,辗转反侧,也不能寐。 楚桥一行人,紧赶慢赶,终于快到达了美林关。 楚桥与文月,萧策同坐一辆马车,而萧策却很安静, 一路上,除了问候楚桥几声外,便什么话也不愿多说。 一时间,楚桥的心底觉着有些不安,若他变成了第二个燕巡,可怎么办? 到时候,他该如何? 瞧瞧,你莫要担心,我不是燕巡,我分得清什么是善,什么是恶,什么该做,什么不该做。 你,前面就是美林关了,有什么话等入关了再说吧。 美林关地处大魏与燕北的交界之处,历年来都是重要的军事要地, 燕巡处心积虑地规划了几年,就是为了能够早日拿下美林关,直逼长安城。 所以,为了防御燕北大军的骑袭,皇子元澈就带兵驻扎美林关。 战火像是马上就要烧起来了,前面的美林关风而呼呼地吹过, 卷起地上的黄沙,远处的城墙牢牢地在那扎根,凹凸不平的墙面上,不知沾了多少的鲜血。 城门打开,袁澈从里面走了出来,一身盔甲随时备战, 马车停下,一行人从车上走下。 一急某天夜晚,星空灿烂,他问, 星儿,你怕吗?怕什么?害怕见到元澈,害怕见到燕巡,害怕未知的一切。 他回答,宇文月,我楚桥这辈子自认问心无愧, 所以就算是天塌下来,我也不会怕的。 宇文月,太子殿下,恭候多时,元澈一身金黄的盔甲在阳光的照射下透着金色的光芒, 楚桥从后面悄悄地走了出来,心中啊,多少有些忐忑与不安。 元澈一眼便望见了他,眉头瞬间紧锁,元澈轻叹了一口气, 宇文月呀,宇文月,没想到你还是放不下他。 宇文月不语,只是静静地看着楚桥,楚桥呢,也不语,同样静静地看着他, 一切就像凝固住了一般,连呼吸都是顿的。 世态炎凉,人心也会变,燕北的风吹了美陵关整整两年, 这些年他看透了很多,皇帝无能他虽统领三军, 但也是在悬崖峭壁和夹缝的生存, 那些对皇位虎视眈眈的人无时无刻在耍心机, 黄犬谁不想要啊,能不能拿得到各凭手段, 能不能坐稳就看本事。 他也想明白了,与其在皇宫里整日的勾心斗角, 倒不如放手一搏,手握兵权, 带来日平息的燕北之乱, 他便可正大光明地得到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。 而至于楚桥,他早就原谅了, 也许楚桥根本就没有做错, 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原谅, 他们生逢乱世,许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, 要怪只怪这残忍的世道, 城墙之上,大魏的战旗迎风飘扬。 宇文月,你从这里往下看, 你看到了什么? 黄沙,一望无际的黄沙。 还有呢? 战争,鲜血,厮杀。 元澈点点头,眼里泛起了红丝。 是啊,多少鲜活的生命在这里消失, 多少鲜血在这里挥洒, 这城墙之上,也不知飘了多少的魂魄。 所以你的意思是, 我同意议和一事, 如果能用大魏与大梁结盟一事, 逼迫燕北退兵, 远比战争要来得好。 这才是我所认识的元澈。 战争是什么? 是血,是泪, 是无数人的生离死别。 当战争降临在整个苍穹大地, 人们无法选择, 只能站在巨浪的中心, 浴火焚身。 夕阳西下, 半空中卷着黄沙, 那天边的云朵, 带着红色的光芒, 像是人刚刚流下的血, 浓郁的, 似乎还闻得到那种刺鼻的血腥味。 这就是美林关, 大魏与燕北的交界之处, 这边是中原之地, 而另一边却是荒芜的沙漠, 与阴绿的草原。 那片草原养育了千万燕北军民, 也包括他的母亲。 他不明白, 为什么一定要有战争, 一定要让他亲眼看见那些残酷的事情。 可是, 天下的太平, 不正是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换来的吗? 统治者站在顶峰, 用他占满鲜血的宝剑, 指挥着底下的每一个战士, 他却没有意识到, 这又该是多少悲剧的诞生。 死是什么? 人终有一死, 死后能留下些什么呢? 宇文月, 你说, 人死后他的灵魂会去哪? 不知道, 也许是天堂, 也许是地狱, 心善之人若得上苍怜悯, 便转世为人, 心恶之人, 人神共怒, 就会涌坠阎罗。 所以, 宇文月停下脚步, 弯下腰捧出一把黄沙, 再用力地向空中抛去, 黄沙瞬间四处飞落, 所以, 我们要多做好事, 否则, 就会像这把沙子一样, 粉身碎骨。 楚桥摇了摇头, 没有理会他, 自己小心嘀咕了一声, 真不知道你一天哪来这么多大道理。 自来到美灵关, 你的心情就不太好, 是在担心什么吗? 我也不知道我在担心什么, 但总感觉心里很乱, 像是千万只蚂蚁爬过一样, 也许, 我还对燕巡抱有一丝希望吧, 倘若这次他真的, 我想日后, 日后我与他, 也只能兵戎相见了吧。 他不想用天下百姓的性命, 去换得他的回头, 而他, 再也不是曾经那个, 值得他付出一切去保护的燕巡。 从燕北那里吹来的风, 真的毫了, 他冷得哆嗦了一下, 双手冻成了刺骨的寒冰, 看来, 真是冰湖那次落下了冰根, 入秋了, 再过些日子, 燕北怕是要下雪了, 手背上雾地嵌入了一丝温暖, 他抬头, 却见他在给他暖手, 那种感觉就像是多年前在青山院, 他第一次关心她, 第一次让她感觉什么叫做温暖, 他愣在那里很久很久, 只觉得心尖上的冰开始在一点点的融化, 他一直都未发觉过, 从这个男人进入他生命的那一刻起, 他心中的冰就已经开始融化, 他自己都不清楚这个男人对他究竟多重要, 感情的确是需要时间的磨合, 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感情未必不会长远, 燕巡其实本质不坏, 但有时候就是一起用事, 我从小和他一起长大, 他的为人我很清楚, 他现在只不过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, 容易做一些错事而已, 他继续为他短手, 脸上波澜不惊, 人总是会犯错的, 就像曾经的我, 做了一些错事, 差点失去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, 所以无论他去什么地方, 我也一定会紧紧跟随, 不离不弃, 他的眼睛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, 闪烁着异样的光芒, 这样的宇文月是他从未见过的, 在战场上厮杀这么多年, 他却未曾想过自己感情上的事情, 他有时候也觉得很累, 总想找个肩膀靠靠, 可一想到自己的身份, 他怕, 他一直都不确定自己对宇文月究竟是何种感情, 所以他犹豫了, 今日听了他一番话, 他有些动容, 他想再等等, 再等等, 在他还没有确定心中所想之前, 他不想这么鲁莽地做出任何一个决定, 宇文月, 我们回去吧, 这里风太大了, 楚桥木然回首, 满眼尽是黄沙。